天辈 刚刚开始上市的WTR MAX 它来了 外观已经曝光了很多次了 甚至被人恶意的PS乘小米纳子 就非常的离谱 但是这也足见它今年所受的关注度有多大 第一批货应该已经有部分的老伙计收到了 说明书 扔硬盘螺丝和硬盘贴纸 电源功率高达280瓦 所以主机咱们估算成60瓦 也就是它预留了210瓦给硬盘 每块硬盘至少留了35瓦到40瓦 这个就不用担心硬盘搅碎机的问题 NVME散热贴片 为什么重磅呢 重量就足啊 很多人好奇说 说老张你是不是不会数数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七个盘位 你不是说是六个盘位 它非常巧妙的把第一盘位 设计成了四个NVME的一个模块 通过这样的插槽和主板直接相连 看起来就是一个企业级U2的接口 带宽分别是NVME4.0 乘2乘2乘1乘1 所以带宽是2000兆2000兆4000兆4000兆4000兆和那些N100那种迷你的纯固态 那不是一码事啊 这个带宽留的是非常足的 剩余的六个仓位就是标标准准的3.5英寸SATA盘位 它是不支持SARS硬盘的只支持SATA硬盘 能看到硬盘背板吗 SATA的背板 首先这是一个2.86英寸电晶屏SD卡读卡器 如果你玩黑巡灰的话 那就可以用它来引导 一个USB3.0的接口 一个Type-C的接口 电源开关 天背嘛 它是做小主机出身的 所以这台机器的接口也极其的离谱啊 接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 它竟然有一个外接显卡的OQ-Link接口 一个USB4雷电4接口 也就是说你可以外接两块显卡 其中OQ-Link接口几乎不会有显卡带宽的损失 两个10G的光口 两个2.5G网卡接口 两个USB3.0的接口 一个HDMI接口 一个DP接口 它的接口也全部拉满了 所以如果你只是把它装非牛NAS 或者装黑巡灰 特别是装黑巡灰 你就是暴殿天物 但如果你非要这么干 你牛X 你是副哥 好吧 CPU也得给它拉满 对吗 这个是第一台使用 AMD Ryzen 7 Pro 8845HS的NAS主机 Ryzen 7 Pro 8845是2024年刚刚发布的AI系列的芯片 Ryzen 7对标的是i7顶配 所以你知道这台NAS的性能有多么的恐怖 然后老张把它的参数打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 我猜应该有很多老伙计关心的是Ryzen 7 Pro和Ryzen 7 8845HS有什么区别 你就把它理解为几乎没有区别 很多老伙计就炸了 说我们是捡垃圾的 4000就太贵了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对标的其他产品的一个价格 绿联6盘位 4999 i5 1235U超低压处理器 直接就出局了 铁威马F66盘位 双万兆接口 双M2接口 4974 也是使用的 英特尔12代的超低压处理器 威联通的成品 NAS群晖的不知道哪代CPU的6盘位的NAS1621 当然这是标杆型的产品 因为它的系统很值钱 要卖25704 我并不是想替天辈说这台机器有多便宜 我只是说这个价格空机不带系统的 简直就是做到了老张的心坎里 能拆的拆开看一看 能装的咱们把它装上跑起来 走起 双风扇散热结构 硬盘背板 扩展芯片 ASM1166 NAS的整个框架是CNC铝合金 主板上预留了一个NVME的插槽 PCIe 4.0x2 4000M的带宽 预留了双DDR5内存插槽 背部还预留了一个风扇 内存不够用了 两条32G DDR5 5600走起 垃圾NVME当系统盘插到主板的插槽上 南桥散热芯片独立散热片 纯铜的巨大出风口 是CPU散热的 这次用料还是很猛的 细节做的还是有调整的空间的 怪不得它手劈交付的时候延迟 你看它的上下侧板之间有个缝隙 看到没 NVME也不够用了 大杂烩 PCIe 5的 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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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整 这做一个整体式的散热片 多完美 是吧 搞定 它硬盘是免拆装的 所以它给的这个螺丝 是用来在这加固的 你完全是可以不用这个螺丝的 垃圾框盘 自己给大家以身试法 这就行了 你看 搞定 丝滑 散电 走起 天辈的启动logo BIOS中可以设定TDP 最大可以开启到54瓦 支持掉电自启动 Venue OS 在命令行下输入几个代码 就可以激活小屏幕了 OK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系统配置信息 8845HS Pro版本 识别正常 780M显卡识别正常 内存识别正常 一共四个网口 全部识别正常 硬盘识别情况 12345 为我的SSD固态硬盘 全部识别正常 67891011 是6块16TB的SATA硬盘 全部识别正常 780M核显硬解的一个情况 780M核显自动打开GPU硬解 现在是服务器端解码 随便拖啊 万兆加这样的硬解性能 这就跟玩一样 启用GPU1 AMD编码解码 再来看一下虚拟机的一个识别情况 这是飞牛的虚拟机 硬件直通一开启 完美 每一块NVMe用盘可以单独直通 710的万兆网卡 两个口可以单独直通 英特尔的i226 2.5G网卡 两个也可以单独直通 780M的显卡可以单独直通 然后这个6个SATA硬盘的阵列 可以直通 帅啊 65万 现在是插满所有的插槽 但是我相信在这么牛的机器上 只装飞牛 就有点屡不起狗了 是不是 正经玩法 ESXS 咱们走起 OK 轻松秒杀 全部识别正常 在虚拟机里装飞牛 这可能才是它真正的归宿 这是老张常用的四个虚拟机 Ubuntu Win11 OpenWRT 飞牛的NAS 现在主机的一个情况 CPU占有率3%左右 内存用掉了19% 就跟玩一样 这是ESXI下 四个虚拟机 正常待机使用 一个功耗 58万 这是今年老张遇到的 最有意思的NAS的成品准系统 但是说实话 如果你只是玩飞牛的话 这套硬件有点性能过剩了 它最终的归宿 应该是家庭数据中心 老张决定把这台机器当成主力机 随时向各位老伙伴们汇报运行情况